我直播健保,连线上女网红,她让我鉴定旁边人手上的戒指 我却发现,那是我男友的手 我发信息给男友,她不耐烦地告诉我,在公司加班 我笑起来,那我就放心了,刚才好吓人,我差点以为对面是你 你不知道,那个女网红,她是剧千年股师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证文现在开始 我叫沈兰,是一名翡翠鉴定师 每天晚上,我都会在网上进行直播健保,赚点外快 但因为受恐,我从来不露脸,自己这边的摄像头是关闭的 这天,我像往常一样开通直播,连线上一个漂亮的女网红江小柔 视频中,江小柔坐在一个男人怀里,男人一只手搂着她的腰 一只手被江小柔拉着,五指张开对准视频 江小柔歪着脑袋笑 主播,看看我老公手上的戒指,值多少钱啊 男人大拇指上,套着一个翡翠斑纸,大圈口的老坑冰种 里面的飘花翠绿翠绿,像远山一样层次丰富 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个戒指,跟我送给我男朋友的好像 上个月18号,是陆瑶的生日,我给她做了一桌子菜 还精心准备了一个翡翠斑纸当礼物 但是陆瑶却很晚才回来,回来之后就朝我发脾气 说她在公司加班,她的手机就投着工放在讲PPT 偏偏我还打那么多个电话,让她很难堪 直到看见那个翡翠斑纸,她的脸色才好一点 斑纸是我精心挑选的,里面两处飘绿连在一起 就像曾卵起伏的山脉,跟眼前这个,实在太像了 很清楚男人的脸,但是对面的摄像头是从下网上拍的 江小柔把身后的男人挡了个严严实实,完全看不到什么 就在这时候,男人用力掐了下江小柔的腰 江小柔娇笑一声,去打她的手 讨厌,你干什么了?她这么一动,露出了男人的一小部分侧脸 我立刻截图,点击放大 男人的耳垂上,有一颗黑质,大小,位置,都跟陆瑶的一模一样 这个男人,就是陆瑶 见我愣在原地,江小柔催促 主播,到底多少钱,会不会看啊? 要研究这么久吗?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怒火,平静地回复 这种水头的班值,市场价格大概在十五万左右 江小柔吃惊地捂住嘴巴 真的假的,那个老女人这么有钱啊 老公,看来她对你还挺舍得的 弹幕上立刻有人评论 什么意思,你老公在外面找富婆呀? 你们不是恩爱的情侣博主吗? 看不出来,玩得还挺花呀 江小柔嘟起嘴巴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我老公才没有找富婆 是那个老女人自己倒贴,疯狂追我老公 她还一天到晚送珠宝送手表 哈哈哈哈,笑死人了 她送的那些东西,转头就会被我卖掉 我这几年全靠她养着 谢谢你哦,富婆姐姐 弹幕,真的假的 你老公不接受,她还能一直送 有这么犯贱吗?江小柔扭着腰 那我当然也要送点回礼了 我花几百块买个项链 她就会再送几万块钱的东西 老公,我是不是很聪明? 身后的男人笑起来 在她腰上又捏了几把 对,你最棒 我听得眼前一黑 和陆瑶在一起三年 我不大愿意花男人钱,一直坚持礼尚往来 基本上,陆瑶送一样东西 我都会回一个价值相当的礼物 没想到,听这个意思 陆瑶送我的全是假货 我却傻乎乎,花那么多钱,给她回礼 实在压不下心头的怒火 我关掉电脑上的麦克风 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陆瑶 视频里,陆瑶的手机响了起来 陆瑶接通电话 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桌面 喂,干嘛?你在哪? 陆瑶好像怕自己的人设崩盘 也切掉电脑上的麦克风 在公司啊,我跟你说几百遍了 我在公司加班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给我打电话 你真的在公司? 我刚问一句 屏幕里的陆瑶忽然扭起了腰肢 屁股在陆瑶腿上蹭来蹭去 弹幕上顿时满平嘶哈声 主播的腰好软 对呀,真的好软 像没骨头一样,皮肤又白 你老公太有福气了 陆瑶穿着一件很短的紧身衣 她一只手向上搂住陆瑶的脖子 腰肢扭动 挤压的时候 两旁的皮肤居然荡起一点水波式的花纹 我一下就瞪大眼睛,弄在原地 姜小柔又扭了几下 陆瑶闷哼一声,抱紧姜小柔 别动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你旁边好像有女人 加班当然有女同事了 沈兰,你能不能不要一身一鬼啊 陆瑶说完,姜小柔扭得更厉害了 还故意拿起她的手,放在自己大腿上 陆瑶倒吸一口冷气 死,沈兰,你也知道我收入不低 想拿到这种工资,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别拖我后腿好吗,没事我挂了 等会,先别挂 我盯着屏幕上的姜小柔,慢慢勾起嘴角 你在公司,我就放心了 你都不知道,刚才有多吓人 我刚刚直播,连线到一个女网红 坐在她老公怀里 她老公的戒指,跟我送你的那枚好像啊 陆瑶诧异地愣了一会 是你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翡翠不都长得差不多吗 一样的戒指多了去了,你别瞎怀疑 行了,我挂了 等一下,我说的吓人,不是因为这件事 而是那个女网红姜小柔 我刚刚发现,她是一句千年古诗 我说完,看见屏幕里的陆瑶 瞬间全身僵硬 她磕磕巴巴问道 什么,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我朋友慕容岳也是做直播的 她之前就在直播间遇到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什么皮诗,写诗 没想到今天我也会遇上 古诗,就是全身只有骨头的僵尸 他们没有内脏,没有肌肉 只在骨头外面披了一层皮肤 所以他们的腰特别细 而且扭动的时候 旁边的褶皱也跟正常人不一样 会有水波状的花纹 我说完,姜小柔又扭了几下 陆瑶顿时惊恐地瞪大眼睛 你,你别胡说八道啊 哪来的这种东西 我没胡说啊 古诗喜欢吃人的骨头 先从手骨开始 把骨头敲断了 从皮肉里抽出来 再一点一点吃掉 每个月的农历十五 月圆之夜 古诗都要吃一具完整的人骨 说起来,今天就是十五啊 不过你别害怕 你没跟姜小柔在一起 在公司里面很安全的啦 陆瑶倒吸一口冷气 手一抖,挂掉了电话 我给陆瑶发短信 好了,不打扰你上班 你忙吧,我也要下播了 陆瑶,等等 你刚才说的古诗 还有什么特征吗 有啊 古诗因为没有肌肉和内脏 体重会比正常人轻很多 我直接切掉直播连线 换了个马甲 进到姜小柔个人的直播间 姜小柔正对着屏幕吐槽 刚才那个老女人 又来骚扰我老公了 真的不要脸 你能不能去死啊 我用马甲发了条弹幕 主播好像胖了 姜小柔咬着嘴唇 夸张地捂住脸颊 谁啊 谁说我胖了 你肚子上肉多了 胡说八道 我才没有变胖呢 人家体重一直保持很好 说完站起身 从旁边拿起一个体重秤 调整摄像头 对准体重秤上的电子屏幕 然后光着脚踩上去 35.5kg 弹幕惊呼 卧槽 真的假的 多少 71斤 这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体重吗 主播多高啊 有没有1米4 姜小柔娇称 讨厌人家1米7了 弹幕 1米7 绝对骗人的 主播胸前的两坨肉 都不止这个重量吧 真讨厌 哼 不跟你们说了 我骨头轻 不行呀 姜小柔重新坐到陆瑶怀里 把摄像头对准自己的脸 陆瑶没有像之前那样去抱她 而是浑身僵硬 一只手还紧紧捏着手机 给我发短信 不可能 世界上根本没有股师 你一定在骗我 我骗你干嘛 慕容月的直播 你当时不是跟我一起看了吗 既然有皮师 多一个股师 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晚上十点 股师已经饿了 他会不停地把玩你的手 如果很馋 说不定还要咬一口 姜小柔又扭了一下腰 老公 你再跟谁发短信了 都不理人家 陆瑶吓得忙 把手机塞进裤兜里 没 公司的事 陪陪人家了 不许再玩手机 姜小柔两只手 拉起陆瑶的左手 不停地抚摸上面的扳指 摸了一会 他把扳指摘掉 举起陆瑶的手 对准视频 我老公的手好看嘛 手指长疤 我设手控 超喜欢 弹幕 有多喜欢 姜小柔调皮地朝镜头 眨下眼睛 这么喜欢 说着 低下头 把陆瑶的整根中指 含进嘴里 弹幕顿时炸了 卧槽 好色情 主播在玩擦边吗 可别被疯了 主播好烧 但你老公太爽了吧 羡慕死了 所有人都羡慕地盯着陆瑶 陆瑶却尖叫一声 猛地抽回手 用力推开姜小柔 姜小柔被推得摔在地上 他满脸怒容 抬起头 你干什么呀 陆瑶紧张地喘着气 弹簧一样从椅子上弹起来 用力甩了两下手 我 我尿急 我去上个洗手间 说完就急匆匆跑到厕所 反锁上房门 给我发短信 沈兰 你真的没骗我 除了体重 股失还有其他特点吗 如果碰到股失 我该怎么办 我回复 你不是在公司加班吗 管那么多干啥 别 你等等 我好奇呀 沈兰 求你告诉我吧 好奇什么 我记得你对这方面的东西不感兴趣啊 我朋友慕容岳 经常碰到这种事 我每次都兴致勃勃跟陆瑶讲 她却表现得很不耐烦的样子 一下说那些都是编的 一下说公司业务繁忙 让我不要再讲这些浪费时间的东西 有那功夫 还不如多看看新闻 读一读世界名著 还说她公司新来一个小姑娘 有多么上进 每天都在工作学习 下班以后就兼职做直播 赚了也不少 等等 她说的这个小姑娘 该不会就是姜小柔吧 我打开姜小柔的个人主页看了一圈 发现她之前发了好几段视频 背景和陆瑶的办公室背景一模一样 特别是其中有一张 办公桌上摆满了餐盒 姜小柔举着筷子夹起一块红烧鸡翅 很嫌弃地扔到一边 抱着陆瑶的手臂撒娇 我不喜欢吃鸡翅膀 下次让她做点别的吗 那些餐盒 是我送的 陆瑶说 最近外卖吃的恶心 特别想吃我做的饭 好说歹说 让我做好找起手送到她办公室 没想到啊 全都被她用来讨好姜小柔了 我看了一阵恶心 陆瑶还在不停地发短信轰炸 说了一箩筐好话 说她正好把业务都处理完了 现在闲得发慌 就想跟我聊这些 还说她马上就下班了 等会顺路给我带最喜欢的夜宵回来 沈兰 求求你了 我对古诗真的很好奇 你再多说一点好不好 就一点 好吧 古诗因为没有肌肉 皮肤直接穿在骨骼外面 所以他们会在皮肤和骨骼之间注水 她的身体会特别柔软 而且全身冰凉 陆瑶咬紧嘴唇 身体软 那也不能说明啥吧 体温低 你们女的不老是公寒什么的吗 我感觉你体温也不高啊 还有没有其他更加显著的特征 哦 还有一点 因为这张人皮是她从别人身上包下来的 所以皮肤上会有一道比较明显的疤痕 最少有十公分那么长 陆瑶神色猛的一松 太好了 小柔身上没有疤痕 说完 感到一阵不对劲 立刻狂按撤回键 然后小心翼翼地试探我 沈兰 这傻逼 我心里一阵无语 装作没看到的样子 怎么了 刚才在洗脸 我准备睡觉了 没事了 你早点睡吧 我手头这点活弄好就回来 陆瑶浑身松懈下来 把手机塞回裤兜里 站起身洗了把脸 又出现在直播镜头中 江小柔正气哼哼地抱怨 男人都是傻逼 上厕所就上厕所 怎么那么用力推人家 弹幕 主播 甩了他 跟我怎么样 我保证没那么粗鲁 这话说得太绝对了 说不定有些地方 主播喜欢粗鲁的呢 江小柔咯咯笑起来 你们真的好讨厌啊 陆瑶从厕所出来 抱住江小柔 不停地给他道歉 还亲吻他的肩膀 江小柔把头一片 露出肩膀上的一角蓝色纹身 弹幕 主播那是纹身吗 看起来挺漂亮的 这个呀 这是我六年前闻的 江小柔坐回电脑前 故意把尖头的衣服扯下来 给大家展示纹身 观众们纷纷夸他好看性感 只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夹杂在其中 我也是纹身师 这纹身师技术挺好的 对啊 我以前受过伤 缝了好几十针呢 你眼睛可真尖 江小柔这句话说完 陆瑶的脸色瞬间变了 她脸上所有的血色瞬间消失 嘴唇发抖 接下巴巴问道 你 你以前怎么没告诉过我 你也没问啊 这种事有什么好说的了 江小柔奇怪地看了一眼陆瑶 指挥她去厨房倒水 陆瑶趁机赶紧给我发短信 沈兰 快告诉我 怎么对付股师 一连串感叹号 隔着屏幕 我都能感受到她的恐惧和急切 我不想聊这个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 像农村老太太聊的吗 咱们换个话题吧 最近你买的股票怎么样了 陆瑶 你他妈有病啊 现在谁还有空管股票 不是 你听我说 沈兰 你之前直播里说的那个人 她是我朋友 也是我们公司的 她就在江小柔家里 我把你说的都告诉她了 她现在很害怕 沈兰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 看别人死在面前吧 你就救她呀 我慢条思理 一个字一个字的输入 你朋友 谁呀 叫什么名字 我有没有见过 陆瑶快崩溃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我直接对她 你凶个屁呀 神经病 回复完 我把陆瑶的好友给删除了 江小柔不耐烦地在客厅催促 老公 倒杯水 怎么要那么久啊 来了 来了 陆瑶一直申请添加我为好友 我都没回复 她额头开始冒汗 两只手也控制不住 一直发抖 陆瑶就这么全身哆嗦着 把水杯端到江小柔面前 刚才公司打电话 有急事找我 我要回去一趟 江小柔眼睛一瞪 你骗人 我们两个都是一个部门的 你是不是忘了 公司最近哪有业务啊 说着 胡怡的盯着陆瑶看 好啊 你外面是不是有其他女人 你把对付老女人那套 都用到我身上了 不许走 陆瑶苦笑 双手合十 跟江小柔求情 我说错了 对不起 是 是沈兰找我 她刚才被车撞了 在医院 我得过去看看 江小柔冷笑 你又不是医生 去了能干嘛 我说不许去 就不许去 陆瑶 小柔 你不能不讲理啊 沈兰毕竟是我女朋友 她被车撞 我去看看怎么了 弹幕 咦 不是说是个疯狂 追你的老女人吗 怎么变女朋友了 该不会 那个老女人才是原配吧 主播是小三啊 对啊 好奇怪 如果那个老女人是小三 难得不敢提这种要求吧 哦 好恶心 粉了一对狗男女 江小柔气急败坏 狠狠瞪了陆瑶一眼 你看看 他们都说 我是小三了 都怪你 说着狠狠捶了陆瑶几下 压低嗓音威胁道 如果你今晚赶走 让我塌房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走一个试试 江小柔眼神凶狠 恶狠狠地盯着陆瑶 陆瑶被吓坏了 生怕激怒她 现在就被她吃掉 她投降式地举起双手 行行行 我错了 我不走 我去洗个澡 十一陆瑶又转身走进厕所 江小柔黑着脸 在电脑前坐下来 哼 那个老女人才是小三 你们都看到了吧 她有多嚣张 半夜三更把我老公叫走 情绪和演技一流 如果我不是陆瑶的女朋友 我也几乎都要相信她了 另一边 陆瑶进了厕所以后 打开水龙头 把水声吊到最大 然后压着嗓子 给我打电话 沈兰 我求求你了 我跪下来求你行不 你告诉我 到底要怎么才能对付那个股市啊 她情绪激动 嗓音都带了哭腔 我装作睡意朦胧的样子 迷迷糊糊地说道 我困死了 明天再说吧 不行 你别挂 你得救人啊 我们不能眼看着别人死吧 死了就死了吧 这世上每天都死很多人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也别去掺和 等下你同事一死 警察顺着聊天记录找到你了 你不就成嫌疑人了 能说得清吗 我重重叹口气 这些都是你教我的呀 陆瑶 你说在大城市里生活 要冷漠一点 怎么轮到自己就犯轴了呢 半年前 我朋友家里出事了 问我借钱 我接电话的时候 陆瑶正好在我旁边 他大发雷霆 把我教训一顿 说这钱我要是借 我就是二百五 别人都是看我好欺负 才开这个口 在一起的三年 不管我身边任何朋友同事 有困难需要帮忙 陆瑶都会很冷静的 让我袖手旁观 还总拿这些是批判我 说我不够聪明 情商低 很容易被人利用 明哲保身最重要 我睡觉了 你也早点睡 我又想挂掉电话 陆瑶立声阻止 等等 我 陆瑶咽了一下口水 手掌发白 紧紧地握住电话 就像抱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沈兰 你得救我 是我在江小刘家里的 是我 生怕我挂掉电话 陆瑶情绪激动 一边哭 一边跪在地上 砰砰朝手机磕头 磕完直起身 还用力抽自己巴掌 对不起 沈兰 我错了 我是个畜生 我不是东西 我不是人 我对不起你 全是我的错 可我再错 出轨也不至于去死吧 陆瑶哭得直冒鼻涕泡 对股市的恐惧 对我的愧疚 对我不搭理她的提心吊胆 所有情绪交织在一起 几乎让她崩溃 她大哭着 语无伦次地 不会见死不救的 对不对 沈兰 我求求你了 你看在我们三年的情分上 就我一条命好吗 我给你钱 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 我冷漠的摇头 陆瑶 你知道的 我从来不在乎钱 我知道你不在乎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要补偿你 陆瑶登陆手机银行 把所有的存款 都给我转了过来 我低头看一眼短信 嫌弃的翻个白眼 怎么才36万 你不是一年的收入 都有50多万吗 我吹牛的 我说这些 都是为了能配得上你 对不起 沈兰 你救救我吧 就在这时候 江小柔又在外面敲门 老公 你在干嘛 怎么要那么久 陆瑶吓得差点把手机摔掉 沈兰 求你了 你救我呀 陆瑶哭得实在凄惨 我不忍心地叹口气 我盯着自己漂亮的长指甲 缓缓勾起唇角 唉 算了 我总不能真的看你去死 你先稳定好情绪 古诗没那么快杀人的 我会发短信告诉你 具体怎么操作 陆瑶惊喜地抬起头 抹掉眼泪 激动地抱着手机 连亲了好几下 好 沈兰 果然还是你最好 我答应你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 我这辈子 再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了 我告诉陆瑶 古诗最大的弱点 就在她的第一节腰椎 腰椎第一节 是胸腰段的转折点 受力的时候最先受力 而且连接脊髓的马尾 这U2个地方如果受伤 很容易造成下肢残疾 人体是这样 古诗也是一样 每个月的15 是古诗的身体最脆弱的时候 如果趁她不注意 猛击这一节腰椎 古诗就会瘫软在地 最少半小时没法恢复 但那是普通的古诗 江小柔是千年古诗 说不定几分钟就能恢复过来 所以你要趁这个时间 赶快逃跑 你跑到我家来 上次慕容岳在我家 不理一个辟邪阵法 一般的妖邪都进不来 但是时间好像来不及呀 陆瑶迫不及待地打断我 来得及 你放心 江小柔就在隔壁小区 说完 怕我生气 又安慰我 等我回来 你想怎么打怎么骂都行 我给你下跪 我给你磕头 前提得我有命在啊 陆瑶快速洗完澡 对着镜子 确认自己的眼睛 看不出哭过的痕迹 这才换上睡衣 打开房门 江小柔抱着手臂 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 你在干什么 陆瑶朝电脑镜头看了一眼 压低嗓音 姑奶奶 我总得哄人家一下吧 你还想不想要她的礼物了 江小柔在她手臂上 狠狠掐了一把 你最好说的是真的 下个月 我弟弟过生日 你让她送一个驴牌的双肩包来 我答应过我弟了 陆瑶 好好好 你要什么都行 江小柔坐回电脑前直播 陆瑶朝周围看了一圈 忽然摘下手上的戒指 丢进沙发下面 然后蹲下身 装模作样地想伸手去捡 哎我这个腰完全蹲不下来 小柔 你过来帮我一下 烦死了 江小柔娇称一声 满脸烦躁地走到茶几旁 用手撑着跪在地上 你这人真的好讨厌 就爱指挥人家 江小柔一边抱怨 一边故意把同步高高崛起 腰线凹下去 呈现出一个漂亮的弧形 陆瑶从沙发上 抄起一个玻璃烟灰缸 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她一咬牙 高高举起手 正要往下砸 就在这时候 江小柔忽然发出一声尖叫 啊 有什么东西把我的手指扎破了 江小柔委屈地直起身 从沙发底下把手收回来 举到陆瑶面前看 你看 都流血了 你干嘛 陆瑶慌乱地把烟灰缸放下 我看这烟灰缸很脏 等会拿去洗一下 还管烟灰缸干嘛啦 人家都流血了 江小柔的指尖上 有一条细细的划痕 几滴鲜红的雪珠浸出 陆瑶从旁边抽了张纸巾给她裹上 忽然感觉有地方不对劲 你等会 我去给你拿点福 陆瑶大步走向房间 一到房里 就关上房门 黑着脸给我打电话 沈兰 你是不是在骗我 你明明说 骨湿的皮肤下面 就是水和一层骨头 那她为什么会流血 小柔不是骨师对不对 都是你编出来的 陆瑶越说越生气 脑子好像瞬间就清醒了 你一开始就发现我了 后面的所有事情 全是你编出来骗我的 草泥马 有你这么吓唬人的吗 人吓人吓死人啊 妈的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神经病啊草 老子怎么会摊上你这种女人 刚才所有的恐惧和害怕 自己惊恐之下做出的求饶 那些难堪和屈辱 瞬间转化为无穷无尽的怒火 陆瑶对着电话破口大骂 我毫不怀疑 如果我现在就站在他面前 他肯定要冲上来暴打我一顿 我深吸一口气 也跟着大声吼回去 对 我骗你的 我在犯件管你的事 我就是狗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滚吧 爱死不死 我喊得比陆瑶还响 语气比陆瑶还凶 他反而犹豫起来 你 那你解释啊 为什么他会流血 我冷哼一声 挂掉电话 我解释你妈 电话一挂断 陆瑶的短信紧接着发了过来 对不起 刚才是我态度太粗鲁了 沈兰 真的没法稳定 我都快崩溃了 求你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算了 跟你在一起算我倒霉 我耐着性子 告诉陆瑶 古诗为了伪装得更到位 会在水里加一种红色的颜料 让它看起来跟血一样 不然皮肤受伤 流出来的都是水 那不是一下就暴露了吗 这种颜料 是一种特殊的草药 能让水和血的粘稠程度一模一样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这种血 是甜的 甜的 你真的没骗我吗 陆瑶握着电话 纠结了好一会 沈兰 如果今天能活下来 下半辈子 我当牛做马报答你 陆瑶拿着点符棉签和窗壳贴回到客厅 弯腰蹲在江小柔旁边 江小柔捏着手指 委屈巴巴地瞪着陆瑶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今天 去拿个点符也拿这么久 我忘记放哪了 找了好一会 疼不疼啊 宝宝 陆瑶小心翼翼地握住江小柔的手 朝她手指吹了几口气 然后又低头 把她的指尖含进嘴里 江小柔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讨厌 视频还开着呢 你等一会 我先去把电脑关掉呀 陆瑶脸上的血色 却在一瞬间退得一干二净 她脸色惨白 瞳孔放大 全身又不可抑制地开始发抖 你等会 陆瑶伸手按住江小柔的肩膀 我知道有个穴位 按几下就能止血了 你趴在地上 我给你按一下 江小柔扭了一下肩膀 娇笑道 你可别胡说八道了 我还不知道你 满脑子龌龊 不是 真没有 摄像头都对着这边 我还能干嘛 我可舍不得把你给别人看 真的 没骗你 陆瑶半哄半强迫 压着江小柔趴在沙发上 装模作样地在她背上按了几下 实际在找第一节腰椎的位置 江小柔惬意地闭上眼睛 发出一声闷哼 你真会按摩呀 对 我会的可多了 陆瑶心脏狂跳 深吸一口气 忽然猛地抄起旁边的水晶烟灰缸 狠狠砸在江小柔腰上 陆瑶个子高大 又常年健身 拼尽全力一砸 江小柔立刻发出一声惨叫 伴随着她的惨叫声 全身的骨头居然都开始咔咔作响 看着整个人都像变异似的 陆瑶吓得扔掉烟灰缸 看都不敢看江小柔一眼 转头就跑 十分钟后 我家的门铃响了 我慢吞吞地从沙发上爬起来 一瘸一拐地走过去 打开房门 陆瑶猛地冲进来 动作飞快地把房门反锁好 然后喘着粗气 用力抱紧我 几乎要把我揉到她骨头里去 我感到有温热的眼泪落在我头顶 呜呜 沈兰 吓死老子了 操 陆瑶胸部剧烈起伏 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你没看到 江小柔最后全身的骨头 好像都在动 她生生马上就会恢复了 你家安全吗 她真的进不来吗 我把头靠在陆瑶胸口 两只手静静地还住她的腰 没说话 陆瑶浑身打了个哆嗦 沈兰 你 你身上怎么那么凉啊 嗯 我不是告诉你了 鼓涉的温度比正常人要低呀 陆瑶瞬间僵住 什么 什么意思 你别开玩笑了 我仰起头 抬手去摸陆瑶的脸 我没开玩笑啊 鼓涉的温度低 身体也很柔软 你不是很喜欢我这样吗 你 陆瑶惊恐地说不出话来 她本能地扭过头 用力去拉门把手 围着手轻轻地按住门 朝她摇头 来了就别走了 我等你一个晚上了 你知道吗 鼓涉在每个月的15号 腿骨会发疼 没法走很多路 所以我不能出门 只能等我的食物送上门 今天都吓死我了 差点以为你不来了呢 陆瑶两腿哆嗦地靠着门 几乎要吓尿 脸上已经控制不住 留下生理性恐惧的泪水 你 你也是鼓涉 你放屁 世界上哪来的那么多鼓涉啊 我哥哥娇笑起来 慢慢地握住陆瑶的手 垂涎地伸出舌头 在她手指上来回舔尸 你好蠢啊 江小柔这种贱人 也配当鼓师吗 鼓师这么罕见 当然只有我一个啦 江小柔只是中了我的鼓毒而已 所以会表现出一些 跟我很相近的特质 她的鼓头会变轻 血液也会变甜 这一切 从两年前 她吃我的饭菜就开始了 加了我鼓粉的饭菜 是不是很好吃 你们两个都吃得很开心吧 我捏住陆瑶的手指 用力一折 陆瑶发出一声剧烈的惨叫 我用指甲随手一划 割开她的皮肉 把那一截断鼓抽出来 把鼓头丢进嘴里 嘎嘣 嘎嘣 我沉醉地闭上眼睛 对了 嘎嘣脆 就是这个味儿啊 世界上最美味的骨头 就是渣男的骨头 我养了它三年 这味道 总算没辜负我的期待啊 陆瑶惨叫连连 拼命地用力 想打开房门 但是她的力量 跟鼓师怎么比呢 我轻轻一捏 又折断她的一根手指 陆瑶彻底崩溃了 她瘫坐在地上 失声痛哭 一边挪动着身体 慢慢往后退 我错了 沈兰 我真的错了 你别吃我 求求你放过我 你别吃我 忧吐我摇头 一步一步逼近她 我放过你有什么用啊 那么多人在直播里看见 你用烟灰缸砸浆小柔 就那一下 她最起码得终身瘫痪 我放你回去 也是坐牢 你们人类不是常说吗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不自由 还不如死了对不对 你放心 我也不会马上吃掉你 我等了整整三年 也舍不得吃得那么仓促 吃你三天怎么样 之前我告诉陆瑶 骨师每个月都要吃一个人 其实是骗人的 我们骨师三年才吃一个人 而且我吃的时候 很惊讶地发现 渣男的骨头味道最美 大概他们因为太过自恋 骨头轻飘飘的 带着一种奇怪的酥脆感 吃过这种骨头 再吃其他人 总感觉寡淡无味 我是个挑剔的骨师 非常热衷于寻找最合适的渣男 跟陆瑶第一次约会 当晚我用另一个小号试探 陆瑶立马就上钩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 他肯定非常美味 我吃掉了陆瑶的十根手指 他在剧痛之下昏了过去 在醒过来时 我开始吃他的脚骨了 陆瑶极端惊恐 几乎要吓破心脏 这种恐惧 又会加深他的美味 我十分享受地 把陆瑶吃掉了 身体里的骨骼焕发新生 好像又长高了一点 我遗憾地发现 我这具皮肤 好像马上要不大型了 我脑子里忽然想起了江小柔 我记得他说 自己的身高有一米七吧 处理完陆瑶的尸体以后 我去医院找了江小柔 在他的病房里 却意外地发现 几个人正在吵架 妈 他都这样了 还治什么治啊 省点钱 我们活人不用过日子的吗 一个染着黄毛的年轻男人 梗着脖子 怒气冲冲地 朝另一个哭售的中年妇女喊 那妇女抹着眼泪 气道 这钱又不用你出 陆瑶的家属赔偿的 要我们掏一分钱医药费吗 男人左右看了一圈 压低嗓音 那钱也应该花在刀刃上啊 陆瑶人都不见了 他家能赔多久啊 你脑子就是搞不清 他家属肯赔偿 是想要我们和解 那万一陆瑶逃跑的时候 被汽车撞死了 或者掉哪里摔死了 那他家人肯定就不赔了呀 还不如趁现在 拿这笔钱 给我买辆车 再说了 江小柔他是捡来的 又不是你亲生的 你在他身上浪费这个钱但傻 江小柔他妈用手指 狠狠戳儿子的脑门 你才搞不清 小柔长这么漂亮 当网红很赚钱的好不辣 以后再嫁个富二代 有你浮想的 你眼皮子别那么浅 他的价值 可比那几十万高多了 男人吃笑 鸡毛的价值 你没听医生说吗 江小柔瘫痪的概率非常大 哪个富二代要一个摊子 做你的美梦呢 那总要试试看啊 万一治得好呢 两个人互不相让 你一句我一句 吵得鸡飞狗跳 话里话外 只有一个意思 怎么才能让江小柔的价值 实现到最大 我看着他们 缓缓勾起嘴角 哈 不止皮肤有了 下一个目标 也有了呢 全文完